如果空间当中有两条直线呢 相较于1.9K的直 那我们这个两条直线呢 它是用两个面 两个平面的交线来表示 那意思是什么呢 这两条直线的交点会在 某一个点 这个点呢 我们假设 叫做Alpha Beta Gamma 那Alpha Beta Gamma呢 就会在这四条 这四个面上 会在这四个面上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前三个 我把它带进去前三个面 然后呢 算出来的结果再带进去第四个面 如果有符合 就代表它真的就是这一个点 好 那我就选三个 所以 3X加2Y 减2Z等于1 然后4X减3Y 加Z等于1 X加Z等于0 好 那从这三个点呢 我们就来减XY 好的 来先看到了 就是这边 Z是好减的 所以我第三次先减第二次 我就可以 应该是用加的 好 第三次加第二次 所以5X 减2Y 等于1 好 然后再来呢 我把第二次乘以两倍 去加上第一次 好 所以 8 90 11 然后这里是 负6加2 边负4 然后这边是2Z 加负2Z 没了 这里呢 2加1等于3 好 这两个式子呢 我又可以 解联力 好的 第五式 减掉 第四式 乘以两倍 所以XS会等于多少 1 好 那 再带回去 Y会等于多少呢 Y会等于2 好 因为我带进去第四个 这边5 减2Y 等于1 所以2Y会等于4 Y就等于2 好 那Z呢 我当然是带第三式啊 XS加Y 减Z 等于0 所以Z会等于3 所以这个点呢 就是1 2 3 好 那它也会在第四个平面上 所以我就把第四个平面也带进去 所以1减2 加3 会等于K 所以我就知道我的K会等于2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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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